非常感谢中国的理解 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这样说道 说这句话之前 阿德恩刚刚宣布了自己即将于31日启程访问中国 人为道声先制 阿德恩之所以如此说 是因为这次访问临时压缩了行程 而中方对此表示了充分理解 中方为新方访华提供方便 新方出访前表达感谢 双方一来一往 释放了善意 也让这次阿德恩访华之旅格外受到外界关注 阿德恩两次感谢中国的体谅 总理将于周日前往中国 进行为期一天的会谈 新西兰先驱报网站25日报道了阿德恩的访华计划 并特别强调了行程临时变更 由于克莱斯特撤其后席案 他缩短了行程 具体来讲行程变更有三处 时间上缩断的为一天 取消商业代表团随行 原本计划访问 北京、上海和博敖三地 现在只访问北京 新西兰新闻原料网站报道称 阿德恩将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面 并广泛讨论双边、地区和国际共同关心的问题 并参加新使馆开馆仪式 出访时间、随行人员、出访程式都进行了调整 改动很多行程很满 而这些都需要 中心双方付出时间和精力重新安排协调 或许正是因为中方的协助让阿德恩印象深刻 因此他才会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两次感谢中国 当记者询问出访安排时 阿德恩主动提起了中国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的东道主中国 对我们的这些需求一直非常体谅 而在另一位记者再次确认 中方对新西兰更改日程的态度时 阿德恩更是不假思索的重申 非常体谅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的理解 新西兰是意大利之后第二个明智的国家 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 除了感谢中国 阿德恩也在此前新闻发布会上 反复强调此次访华的重要性 他指出 新西兰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而对为何时间短暂仍要出访 他解释称这次访华是几周前计划好的 此前发生的枪击案是一场突发事件 在此事发生后 阿德恩依然坚定访华 已经说明了阿德恩政府的态度 重视中心关系早已成为新西兰的 党派间的拱石 口头重视之外 阿德恩的出访也沉溺满满 新西兰自制领邮保将这次访问 称为一次旋风式访问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及全球事务参与者 我们必须与之合作 以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以及对我们所在地区的安全 与繁荣至关重要的挑战 报道援引阿德恩的话说 值得注意的是 在阿德恩访华之后 北京也即将迎来另一位新西兰官员 新西兰经济发展部部长帕克 新西兰坚需报子前报道称 帕克将一次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并希望同时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新西兰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渊源颇深 不仅是第一批加入一带一路的发达国家 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一项创始成员国 阿德恩此次访华也有为本国参加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热的用意 新西兰需要中国市场 此次出访也是为了给中兴经贸合作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粉碎中兴不可谣言 事实上 这次访华之所以对新西兰至关重要 也源于中兴关系近年来出现的波折 就在阿德恩宣布访华的25日 新西兰新闻编辑是网站 原影一澳大利亚记者的话时仍旺称 在贸易上不用害怕中国 去年7月 新西兰曾发布一份战略性国防政策声明 称对越来越自信的中国 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担忧 种种消息在外界看来都成了新西兰 此前对华态度转向的蛛丝马迹 唱衰中兴关系的声音不是主流 也站不住脚 中兴彼此需要 阿德恩此次访华 也相当于粉碎中兴不合谣言 不少媒体第一时间将阿德恩的出访 与中兴关系联系在了一起 新西兰新闻原料网站在25日报道中 第一句就强调 这是总理阿德恩的首次访华 31日的出访反映了新西兰 与经济超级大国关系的重要性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则猜测称 这次访华标志着两国紧张迹象由左转变 无庸置疑 这次访问也将有助于 补平最近一段时期中兴关系的波折 中兴双方都很期待 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在例行记者会上 事实传达了中方的善意 我们希望此方有助于双方加深了解互信 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为中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